今天南州五泉山公园内有一尊霍去病塑像 膜拜的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传述着当年霍去病在大漠里批出泉水的传奇 而霍去病平静地注视着远方 他的西征之路才刚刚开始 霍去病他一个他确实是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 同样的事发生在李广身上 就可能李广就不敢去这么做 他的胆系在这方面跟霍去病都是没有办法比的 还有一个就是霍去病和他这次军团的关系 因为很多能作战的部队 他往往不仅仅是训练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作战中等于锻炼出来 所以我觉得霍去病他要是穿越巴兰吉利沙漠的话 他假如对自己的这支部队他没有充分了解的话 他做出这个决策 这个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 接着根据史书的记载 霍军在穿越五万平方千米的沙漠后 又横穿了一百千米的戈壁 终于来到了迂回的出口戈壁尽头的 居炎族 而就在这里霍军迎来了第一场死杀 也是一场久违的胜利 汉军仿佛将连日的苦痛都倾泻到战场上 而守军的迅速一败涂地显示 霍去病的长途骑袭战术奏效了 果真此后再从居炎泽南下攻入麒莲山的一路一千千米中 霍军都快如闪电 如神兵天降 大草滩 也就是今天著名的山丹军马场 面积位居世界第一 也是西汉以后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地 而这里的第一任厂长 至今被认为是霍去病 那年夏天正是草原牲畜抓标的最好时节 当牛马们还在这片肥美的麒莲草场大快躲离时 没有木人会想到汉朝大军已飞驰而来 他是一个会在合适的战场上跟合适人打的人 他会挑人 他会挑对手 你想一千六百公里我们说匈奴的好事真的没有城市 我没有城墙 对吧 你打我又跑呗 那么你就可以不断地赶着敌人跑 我就可以连续地突击 不断地去把这些没有组成好的部队打掉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打仗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是现在叫震撼的作战 你不断地震撼他 他整个体积不断地处于崩溃状态 实际上是很标准的游牧的方式 九泉今天一座巨大雕塑 描画了这支胜利之师 此战 霍军抓获匈奴丹环王 囚徒王 斩杀敌兵三万余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的消息时 他是多么暴跳如雷 只能叫嚷着杀掉无能的魂爷王和修除王 而魂爷王帐内 魂爷王堪坐在地 从开始的惶惶不安到速败的战暴传来 他引以为傲的勇士们 被霍军砍刮切菜般灭了三万余人 一想到蝉鱼的反应 魂爷王只剩一身冷汗 路德城在张叶西北12.5千米 据说他便是此战记载中 杨武呼路德的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匈奴防守要地 斑驳的城墙和残破的角楼就在那一刻定格 他们记录着战争的残酷 也记录着不远的将来 这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的辉煌 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整个王朝充满昂扬的斗志 魏阳宫内已被剥夺封号的张迁再次请命 他欲戴罪立功再出西域 一来乘胜争取不足支持继续加攻匈奴 二来加强与西域各族的友好往来 开辟西部大通道正称为汉王朝的必得之志 就在这时汉朝收到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河西局势又齐波兰 原来河西两战惨败后 魂爷王和修楚王担心蝉于追责 有性命之忧 想到原本只是位于匈奴威势依附于他 他们商议向大汉投降 刘彻既喜且忧 高兴的是汉朝强大的军事攻略 已经使匈奴内部产生分裂 一律的是 秋季正是以往匈奴突袭汉朝边境的时间 好几万人驻扎在边境 如果是诈详 后果不堪设想 可如果是真详 汉朝连接收都不敢 又显懦弱 这样复杂的局面 该由谁去处理呢 霍去病再次来到金城 此时他已是威名远波 汉朝最年轻的万户侯 皇帝正是考虑到霍去病在河西余威不检 只派他前来受降 此时的大河北岸帐篷林立 看似气氛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果不其然 匈奴人大营风云突变 修除王哼声诡异 而魂野王快刀斩乱麻 杀死了修除王 我不是匈奴人 我本来也是义父 义父谁不是义父 这是第一条 第二就是 我没有帮助匈奴人防御汉朝 所以匈奴人一定要弄死我 霍去病这个战术就是 你只要投降 我就保你不死 所以就愿意投降汉朝 霍去病几点五千青旗迅速过河 直奔魂野王大营 当认出来者是霍去病时 匈奴人更加慌乱 霍去病高声喝道 罗易汉者忠 射服者乌温 他帅军队突入大营 将魂野王置于汉军监护之下 同时斩杀八千反抗之女 其余的匈奴人无不臣服 局势终得稳定 霍去病极客派人护送伦野王前往长安 随后命汉军监护四万匈奴降兵不合 至此河西走廊的匈奴全部归顺汉朝 春去东来时光荏苒 当纵马驰骋在苍茫的河西大地 飞溅的雪花迷离了历史和现实 落日下 汉军的骑兵仿佛依旧奔驰在西征的路上